就是香港的很出名的漫畫家 諷刺漫畫家的專旨 現在正式被明報宣佈停刊的 所以就做一次這次突發的直播 跟大家講這個專旨漫畫 其實我認識的專旨已經認識了幾十年了 這幾天的新聞都圍繞著專旨漫畫的去留問題 其實這個專旨漫畫在明報那裡 就已經被香港特區政府的高官 已經是很多次去抨擊的了 在罵他 說他抹黑香港特區政府 但是我們這些香港人看開的 其實這些是香港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這次這個專旨被這個明報宣佈停刊 其實明報都是受到政治壓力 不得不宣佈這個停刊專旨的漫畫的 那真是十分之可惜了 我和很多香港的朋友在那裡聊都說十分之可惜 我剛剛才剛才跟一位香港朋友聯絡 我說專旨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是不是還在香港呢 那位朋友就跟我說 是的 專旨現在還在香港 我也覺得專旨還在香港 是不是應該早點離開香港呢 因為這段時間其實香港的傳媒不斷就受到打壓 由這個《蘋果日報》 跟著其他的傳媒一路去到今次這個專旨 我看看專旨怎麼被這些香港特區的高官 怎麼去罵呢 那在最近這幾天就 專旨漫畫在明報那裡刊登了一篇 有關特首委任滅罪委員會的漫畫 那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就批評 說是政治凌駕道德 那局長麥美娟就嚴厲譴責 那我看看這幅漫畫先 就是專旨什麼議員 他說 看看 一個人就說 我同意學歷不同於做事能力的 香港高分低能的人很多 會考中英素不合格 膽固醇過高 癡肥口心臟病 矮勢色盲大近視都沒有問題 這些漫畫 好了 跟著就說 看看有一幅漫畫就是 只要掌官認為合適 都可以委任他們做防火滅罪委員會 由他們把關篩選區議員 市民很放心 其實這些是反映了香港市民的心裡話 我覺得這些其實大家都看到 現在香港發生什麼事 講到這個區議員 真的現在是究竟沒有這個民選的成份在這裡 似乎留了一點點給你 實際上呢 原來要經過這些防火滅罪委員會 這些去提名 其實是篩選 DQ 好了 我看看先 文青局就批評這個漫畫 扭曲抹黑政府委任地區滅罪委員會 和地區防火委員會的原則 內容無事事實混淆視聽 這些其實不知道應該是誰對誰說了 無事事實混淆視聽 其實我都很想講這句話 當然這個對象就不是這個高官所講的了 並帶有歧視成份 侮辱膽固醇過高患心臟病悉悶的人士 哇 他這樣講 今時他們無能力貢獻社會 有違傳媒道德 傳媒的道德呢 其實就是反映民意啦 對於我們來講 那現在傳媒 香港的傳媒還可不可以反映民意呢 這個如果說傳媒道德 傳媒的道德就是反映民意去監察政府 現在就被人家 哇 就是亂砌生豬肉 我先看看 政府的高官文青谷這邊說 麥美娟啊 這個批評啊 專子 那他怎麼講呢 再看看先 現有機制下的政府委任地區委員會的原則 是用人為財並考慮多項因素 包括有關人士的財幹 專長經驗 誠信和參與服務社會的熱誠 充分兼顧地區委員會的職能和工作性質等等 從不同途徑 吸納有志服務社會的合適人士 說這些港就是這樣說的 好像說港人治港 現在變成叫做愛國愛港的人治港 其實所謂愛國愛港 難道我們這些不愛國愛港嗎 專子都是愛國愛港 不過就說你聽不聽話的問題 你究竟對這個當權派有權有勢的人 你是say yes 還是say no 的問題 這個 這個 這個政府高官又在批評 說近日明報接二連三對政府 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 做出一些誤導性的言論 誤導 大家心裡邊都知道 誰誤導誰先 這個就是我們老百姓心中有數 誰誤導誰 好了 他說扭曲解讀建議方案的內容 屬政治凌駕道德的行為 嘩 我們現在看到從2019年到現在 香港真的很多東西是政治凌駕道德 政治凌駕事實 這個我們看到 不過跟政府說的呢 我們人民老百姓 所看到的跟政府高官所說的 剛剛就是不同的 有很大的差距在那裡 好了我看一下 幾份傳媒都在報導著 因為這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麥美娟 剛剛批評完明報 其實說下一堆高官已經 我看看好像有六次 不知道是否有六次是這個政府的高官 在批評專子的漫畫 那麼明報今天11號就宣佈 從這個14號開始 這個weekend 週末就停刊專子漫畫 和世紀版什麼議員的漫畫 那麼明報編輯部就表示 感謝專子四十年來一同見證時代的變遷 其實專子漫畫四十年 真是一路陪著我們成長 陪著我們香港人走過四十年 我記得我最初認識專子 大概都是四十年前 多一點差不多那段時間認識專子 一會兒再說 我們再看這個新聞 這個明報刊登專子漫畫 看看最近就是被這個民政青年事務局長 麥美娟點名嚴厲譴責 說他和六八九都很留意這些傳媒 那時候六八九很喜歡看《蘋果日報》 每天都要買《蘋果日報》來看 現在沒得看了 麥美娟可能每天都在看專子漫畫 即是凡是有專子漫畫就很捧場都不定 麥美娟嚴厲斥責這個內容 扭曲和抹黑 抹黑有關當局委任地區滅罪委員會 地區防火委員會 其實這些抹黑 香港市民心中有數 不用你講 用不著你麥美娟講 我們知道發生什麼事我們都會看到 現在看到的東西 就說你會不會掩著良心去講話呢 但我們呢 即是做傳媒那些人 我們沒有這樣的習慣去掩著良心去講話 好啦 我先看一下 專子 其實那些漫畫呢 畫了整四十年 那現在《明報》今天就宣佈 由這個週末開始 就停止刊登專子的漫畫 那就是專子漫畫的兩個專欄 都不會再在《明報》見到 但《明報》就沒有交代 究竟會不會恢復 什麼時候恢復 那這個呢 明報就說 多謝專子四十年來 和大家一起見證時代的變遷 其實香港的傳媒 這幾十年來 真是做得非常努力 今天刊出的專子漫畫呢 就是以入境旅行團為主題 這個漫畫顯示一個入境香港的旅行團 這個應該是說那些在中國大陸那些 帶團來香港 那就步行六個小時之後 就到達尖沙咀茶餐廳 品嘗持名中外的火腿煎蛋飯 看看專子這幅漫畫先 它就說 同志們加油 再走多六個小時就去到尖沙咀 大家可以在蜜記茶餐廳品嘗持名中外的火腿煎蛋飯 那個導遊拿著旗 紀念長征香港美食評價旅行團 那後面一堆旅行團的團員就跟著走 那翻查資料呢 連同今次這個麥美娟這個文青局 那港府在過去八個月內呢 那傳媒來統計一下 最少有六次是作出批評 批評一下專子的漫畫 那對上一次呢 就是今年四月二號 就是上個一個月啦 那就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PK等 在出席活動之後 見到記者就批評在四月一號刊得的專子漫畫 內容就是描述紀律部隊最新器材 需要預留二百億而不是五十二億 還需要起多兩座監獄 說這個內容有誤導性挑動市民對政府的不滿 說市民就不可以對政府不滿的喔 原來究竟誰是公務員不是公僕來的嗎 誰是這個主人翁呢 其實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說 這個人民是這個國家的主人翁喔 那這些公務員其實是公僕來的喔 那現在就調轉了 就是原來這些公僕 你不可以對這個公僕表示不滿的 好了 看看先 這個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1月5日 就是今年1月了 又曾經批評專子漫畫 那幅漫畫就諷刺新兼港區國安委主席的行政長官李家超 在人大常委會就港區國安法釋法可以為所欲為 就是陳國基當時在社交網站就發表文章說 漫畫 專子的漫畫對行政長官履行 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 有偏頗誤導和失實的指控 特區政府深切遺憾 那這一幅專子的漫畫就是這樣的 有個人在漫畫裏面說 這次人大釋法 沒有增加特首的權力 下一幅漫畫說 只是確認 為維護國安 特首可以為所欲為 漫畫裏面 有一個人就說厲害 然後下一幅漫畫就說 那不就好像普京白那樣 另一個人說 不像得了 超過不懂俄文 唉 是啊 你現在超不懂俄文 好了 再數回那些政府的高官在這裡 批評專子漫畫 去年11月2日 文化體育旅遊局 就在Facebook的專頁 就筆點名 批評專子漫畫 說漫畫呢 描繪一個展覽館裡面 顯示Sensor 就是審查啦 那局方呢 就斥責這幅漫畫 似乎描述 觀眾在沒有內容的展品的博物館裡面參觀 說這個是無事事實的惡搞 憑空裂造的誤導 說這個做法呢 居心不良 令人不恥 咦 其實現在香港真的很多事情 不要說是展覽啊 有些傳媒啊 現在這樣sensor 那專子漫畫那裡 現在不是說漏空了 都沒得看了就來了 這個周末開始 14號開始沒得看了 那就sensor 那這個 這幅漫畫說得很對 預告了有今天的一天 那 去年10月21號說 數了原來政府那些高官 不斷在那裡 就叫做床專子 去年10月21號 專子在明報發表了一幅人才辦的招聘告示漫畫 那上面寫著呢 急聘世界級人才新高新準 接受柯政管治者優先錄用人才辦事 就是諷刺這個香港政府搶人才的措施 那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就在當日出席記者會的時候 就不點名批評 就說這個內容以柯政作為招聘的賣點 哇 是不是柯政 為什麼不是由我們這些 就是香港市民老百姓去講呢 由這些政府高官 那你是政府高官 這個建制派當然是沒有柯政的了 那我們老百姓有沒有這個發言權呢 有沒有人聽我們講呢 說這個是不是柯政呢 那先看一下 同月的11號 就是去年 去年10月11號 警方就去信明報說專子漫畫內容描述 有穿上防暴裝備的警員去處理學校求助個案 說這樣會令到讀者對警方處理學校求助個案 產生錯誤觀感損害警隊形象喔 很多人都看過這幅漫畫 這幅漫畫 這幅漫畫是呀 那些警察這樣去 其實現在香港整個形勢 即使沒有這個專子畫這幅漫畫 大家是感覺 美麗新香港 現在香港很正喔 很漂亮喔 美麗新香港喔 是不是呢 你問一下那些香港市民 當然有些香港市民 那些好像那些小粉紅五毛啊 建制派啊 很多是支持的 但是有多少人呢 你普遍那些香港人 大多數怎麼看呢 覺得現在香港是怎麼樣 從這個《蘋果日報》到現在專子漫畫 這一連串的這樣的打壓 就是希望什麼呀 就是有關方面就是希望這個香港人 就是你今後呢 就say yes好了 不要say no啦 就是做這些事情就是給大家看 那看到呢 從這個80年代的香港傳媒一直走到現在 香港現在的傳媒呢 就是還可不可以呢 批評政府呢 你如果一下一下一批評政府呢 就說你煽動仇恨特區政府 或者煽動推翻這個國家政權 哇你這樣就很嚴重了 現在這些呢 真是 其實這些我們說有時候說文革 這些不是文革的所謂啦 文革當年就是說 你反對毛主席啊 反對共產黨啊 那你就是反共反華啦 那十惡不捨你就反革命 就可以抓你 鎖你 甚至槍斃 那現在香港就變得 哇變得很畸形喔 為什麼香港會變成這樣呢 其實如果說香港這些官員 他們是有這個良心的話 有這個道德的話 這些高官如果有他們做人的道德 是不是應該站在香港市民的一邊呢 站在香港市民維護香港這個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出版自由 所以現在看到呢 香港的變化呢 真是很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去到這個 好像文革雲不如這樣 那 譬如說 是這些漫畫 楊川繪本 又是被被告 楊川繪本這些漫畫 博夫漫畫就可以被檢控去法庭 要你坐牢 那專子 其實我都很擔心專子的安危 所以我今天都間接地問一下究竟 問一下 問一下間接地問一下 問一些香港的朋友 阿專子現在究竟是不是在香港 因為這幾天很多人都在問 在澳洲的香港朋友都在問 阿專子還在什麼香港呢 我都關心 因為如果香港說 隨時會不會又對它有些什麼行動呢 好像那個楊川繪本那些作者那樣 就是現在香港呢 變得面目全非 我經常都說 香港以前呢 九七前 我們罵香港政府 罵英女王 罵港英 沒有問題 罵英國政府 英國政府不會說抓你的 罵英女王 這個你罵了都不是說犯了什麼罪的 但是現在呢 變了就說 你每次這個 什麼就說 煽動仇恨特區政府 煽動仇恨這個 什麼北京中央這樣 這個罪名呢 真是 莫須有 總之 有人覺得不喜歡你 你說的說話 不合聽 不合聽 這樣就可以 給這條罪名 就說你煽動仇恨這個 特區政府 或者煽動仇恨這個 北京中央 甚至是 煽動推翻國家政權 一幅漫畫 可以推翻這個國家政權 其實以前 專家畫那些漫畫 八十年代 都有諷刺 港英的 有諷刺 英國人 可不可以推翻到 港英政府呢 還有那些什麼 諷刺 那個豎頭婆 英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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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大方 所以難怪香港人 為什麼要這麼勉懷 港英年代 這麼勉懷 這個英女王 我當年我八十年代 我不喜歡這個港英政府 我不喜歡英女王 我覺得這個是什麼殖民統治這樣 但是現在對比一下 九七前和九七後的對比 哇 你香港人 大部分的香港人 會接受 九七前的香港 還是九七後的香港呢 這些都不用我講 大家都心中有數 你接受哪一樣 所以說 九七後的 為什麼還有些香港人呢 打出這個 港英旗啊 英國旗啊 這樣子 就是這個 為什麼會這樣 是不是 如果你說英國人這麼壞 為什麼那些人還會懷念這個 英國人統治香港的年代呢 英國人統治香港的年代 真是我們呢 是可以罵政府 罵英女王 現在還可以罵英國政府 罵這個什麼查理斯王子 這樣 但是就罵不到這個香港特區政府 不可以罵這個北京中央 好啦 這個大家怎麼看呢 真的 香港變成這樣 連這個 專子漫畫 一幅兩幅都容納不到 這個香港 是不是我們 我們心目中想要的香港呢 現在香港呢 就是 已經是很嚴重的 變成一個 好像是文革 當年 在中國大陸 一個小漁村這樣 這個 是不是我們想要的香港呢 當然有些人認為 不要緊 天下太平 美麗新香港 這樣 我們唯有 唯有祝福 這個美麗新香港